小鹿 小鹿 你看 这个是不是很好看 好看啥 这玻璃镜可容易碎了 谁说的 你看 我就跟你说 可容易碎了 不被你说中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优酷独家定剧 职场调解节目 翻篇吧 职场人 我是打工八年 还想继续打工 根本不想到老板的小鹿 我是一直希望 可以再回去打工的毛孟子 我还在努力学习做老板的 马小板 我是这种职场三十年的 国画师 段东 那要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里面 对于玻璃心有接触得多吗 我觉得玻璃心随处不在 我很玻璃心的 我这心已经被磨得像石头一样坚硬 所以第一期哭的那人是谁啊 在以后的路上 我们风雨风冲 太好了 太好了 不要想问我 我的心还碎了 不如一起看一下VCR 好 看看他们是怎么定义的 好的 我任劳任怨的 在工作中 他处处针对我 而且他从来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 我没有欺负他 也没有针对他 只是他想太多了 跟同事老是在边缘化我 我每天心里压力特别的大 对于这种玻璃心的女孩来说 其实我也拿他没有办法 到底是我做错了什么 到底是你想多了 还是她做错了 丽姐直接给我否定了 一个同事现场地跟她请假 她就批准了 小娃那天她妈妈 从楼梯不小心摔倒了嘛 不得已跟我请假了 然后你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十一咱活动也特别忙 你提前一礼拜说 你要带你爸妈出去玩 那我去哪里去临时找人 对不对 做这个行业的话 确实你如果提前两个月定出去 是不可能临时改变的 以前我一直都是在室内的 而且离家也特别寂寞 那那天就把我调到一个离家特别远 而且变成室外的了 那都是客户的要求 那必须得去 然后在室外的话 都是半天的公司了 比以前都少了一半多 之前安排你离家近的活动 你怎么说 她就老是逮着这一次 跟我交交 太玻璃心了 对 总是纠结这一块 就是我们出来都是 为了挣钱的呀 每个月的奖金 我的同事 他都比我高了两三倍 你听谁说你的奖金 比别人少了 听谁说的 你们不用管 反正我就是知道 你不知道咱公司有规律吗 不可以去打听 任何人的工资待遇 你也不想想 你自己最近怎么回事 客户老师跟我投诉 我都给你压下去了 要么早退 要么迟到 要么就站在那儿 处在那儿一动不动 跟傻子似的 很多事情啊 他就是比较针对我 笑容 我想这两个都来跟你说 就无语 接高了 行 接低了就不行 离家近行 离家远就不行 这种玻璃心人 对 赶快换行 赶快换行 找工作得了 别干了 太矫情 太玻璃心了 所以导致她 就是心经不好 有一天她发一朋友圈 发了参加的孩子 这个照片嘛 然后我就给她点了个赞 还评论了一下 丽姐这边就是给别的同事 然后都回复了 就是没有给我回复 因为我也特别忙 就是有看到我就回复 我没看到我就没回复 丽姐 我支持你 太敏感了吧 我发个朋友圈是我想发 为什么点赞 不点赞 还是想 数着谁给我点赞 没给点赞 对 年轻人的话就是正常的一个 礼貌交往呀 有这个社交需求 东哥也没必要非得把自己的 好 因为我太为难自己 马瑞 我问你现实问题 我几乎没有给你点过赞 对啊 但我不在乎 因为不在乎 你根本就不在乎 对不对 不是不在乎你 我赞你是不 你玻璃心对不对 我玻璃心 不给我点赞 凭什么活在我的在乎 你现在又有什么 我错了 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 我前几天就被我们家先生骂了 因为我过生日 然后我就发了一个 什么自己照片什么的 然后就很多圈内的女人 女明星给我点赞 然后评论说生日快乐 我都是一一回复 但是呢 我有回复的是 谢谢美妞 然后谢谢美女 宝贝儿 谢谢小美女 谢谢大美妞 会有差别 然后我现在就跟我讲说 哎 他们两个之间 如果看到你给他回的是 谢谢美妞 和谢谢大美妞 对 他怎么想 是的 真的吗 当然 哎呀 马瑞 你是个玻璃心 不是 我不是玻璃心 我觉得因为这娱乐觉得很微妙的一种 就是人和人的交往都这么脆弱吗 是的 因为这就属于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他俩之间的问题 不是也是这样的问题吗 我不是气氛在这一点上 我就最在意一点 他突出我就感觉在针对我 公司每个月都需要聚餐 然后每次都是我最后一个知道的 我就感觉他就不想让我去实际 那不然你去最后一个都不让你去 对啊 小李跟你说 你今天晚上穿什么衣服去聚餐 那不还是告诉你了吗 那这个感觉是他没有被通知到 别的同事这么一问的话 这也算是在通知他 他对别人的话就是事事都为他想的 出去做活动嘛 我们都是自己订餐的 有一回我就做了丽姐跟巧妇 她那边送了两瓶饮料 她就直接给别人了 就没有给我 丽姐你记得不记得这个事 谁都不记得啊 一看着我 我觉得就是小事儿 我两瓶饮料我就不爱喝 我一抬头这两个同事 我就顺手记得他了 你是没看到他对吗 我完全没有针对他 也没有对他很苛刻 我就觉得他太想太多了 其实管理团队挺难的 就做到一碗水关系 他会觉得 这是你最近一个人的认可 工作中的话 每天出去的地点 服装道具 都需要给我们丽姐报备的 我一写的话 都是写一大长篇的那种 但是丽姐每次都回了个摁字 然后我就觉得 工作是不是就是没有做好 然后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感觉自己压力特别的大 我表示无奈 嗯 就是OK 肯定的意思 就是小笛大作了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他混的是嗯嗯 会好一点是吧 对对对 可能会 哦呢 哦 我跟嗯也差点 对吧 哦 至少还有个肯定在 哦 就是 所以 这个你是有点玻璃心了 我是真的认真 给我的工作人员团队培训过 我说当你回答嗯的时候 又要回嗯嗯 当你说好的的时候 你把它换成好勒 好勒 当你想用感叹号的时候 把它换成省略号 嗯 它感受真的不一样 但是你不觉得感叹号 有的时候是那种点儿 点儿 点儿 不觉得很怪吗 就是有的时候 好的 点儿 点儿 好嘞 但是比如说好的感叹号 就我觉得其实感到是 好的感叹号 好的 充满干净 好的 所以节目组一定要把 家门哥的表情 做成表情包 我以后发好的的时候呢 直接发那个好的 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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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点儿 点儿 可能在咱们小荣这边 还是一个期待问题 尤其是我们意识到 他是模特经纪人 他是模特 我觉得他俩之间有一个 巨大的差异 全书 对 就是力姐这边决定他的工作 他比如说在朋友圈 我能给你留个言 他释放一个 我要跟你社交的信号 你的回复对他来说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一个是过分敏感 一个是过分冷静 所以他们两个 我觉得最大的摩擦是在这儿 白天不懂夜的黑 对 我都觉得还是很美趣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在边缘画我那种 小丽 我觉得你确确实实 可能要对他的关注再多一点 就如果他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确实是他想的太多了 我就觉得 这真不是什么大事 我觉得他俩一个对应的 特别标准 一个叫玻璃心 一个叫顿感力 你要增加你的玻璃心的 那敏感那一部分 对 而且你要增加你的 那个顿感力那部分 我觉得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一下 比如说你们同样 五六个这个模特 有的可能一出去 口碑就特别好 对吧 然后跟他嘴也小嘴也啪啪甜 跑远一点 没事 丽姐 没问题 我去 那谁肯定都是希望去找那种 事稍微少一点的 你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如果你真的做多个改变 做多个努力之后 我相信丽姐 他一定会有所改变的 我也想为小荣说一句话 我觉得敏感不是一个错误 敏感是一个人的特性 其实内心是不自信 你不相信自己会被喜欢 所以你一旦有这个想法之后 你会不断地通过各种事情来佐证 他不喜欢我 他就是针对我 但也许所有的缘起 都是自己最初的那个假设 但我说实话 玻璃心是很难改掉的 需要过事 需要花时间去调整的 所以你要努力 让自己那个玻璃心 变得更坚硬一点 因为玻璃碎了之后 首先扎到的是自己 没有必要让他去碎 好不好 明白吗 好 加油 谢谢 那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两位确定一下 所有跟所谓玻璃心相关的一切 我们是否在今天决定 让你让他翻篇 来 要帮帮你们 帮帮 帮帮 吓死我 吓死了 你们真的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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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领导 还是尽量做到平衡 相对来讲 还是用制度去管理人 而不是用一种人喜好和人情去管理 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可能 虽然很难 但是加油 好的 有一句话 支撑我在北京这么多年 当所有人都不把你当回事的时候 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当回事 但是当所有人都把你当回事的时候 其实自己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回事 老油条的地方肯定会有新人 那么怎么处理好老油条和新人的关系 新人怎么去适应老油条呢 我觉得油条可以老没问题 但是老油条不能太油 老油条我觉得是 不求最好 但求无过 我觉得老油条 它有它的两面性 积极的角度上去看 我觉得它还是蛮有经验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讲 心眼也比较多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翻篇法》职场人 我是打工八年 一点都不想当老板的小路 我是为我所爱的员工们打工的 张萌萌萌子 大家好 我是还在学习做老板的老板马瑞 我是职场活化石段东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 是职场老油条 老油条我觉得是 不求最好 但求无过 我觉得油条可以老没问题 但是老油条不能太油 我觉得老油条 然后从积极的角度上去看 我觉得它还是蛮有经验的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 可能它就是属于 因为经验太丰富了 心眼也比较多 它有它的两面性 那我们今天的两位求助人 他们其实在职场上面临的这个话题 核心的关键词就是老油条 一起看VCR 在我心里它就是一个老油条 那只是在你心里而已 我觉得我没有一点对不起你的 是你自己不知足 我想想我都太心寒了 我压根都不想跟他一块搭伙干活了都 我教你这么多东西 真是个白眼狼你 来到这个节目呢 想指控一下我的小组长华姐 他处处地针对我刁难我 压榨我 对他只有严格的要求 没有任何的压榨 他呀作为我的组长 作为我的师傅 从来没有教过我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经常让我给他做一些刨头打砸的活 因为你作为一个新人 你没有服务 没有专业 没有资历 啥也没有 你怎么去卖房 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 就是我们店长 让我俩去发传单 也是想让我跟华姐多学习学习 在店长面前说的 哎呦店长快放心吧 我好好带婷婷 快转身 跟我说咱俩分开啥吧 这样时间更快一些 你当时就是跟我出去没多会儿 你把我支开了 你就自己偷偷地回去 我这儿有证据能证明 王姐 我在外边跟华姐 我俩一块发传单呢 我估计我这块一时半会儿 完不了事儿 我回不去 华姐在店里了呀 华姐现在在店里了啊 她说她发完找我呢呀 一块回去呢 她早回来了呀 半小时半会儿回来了 这条事儿对吧 我并不认为这是条事儿 如果我们同事不这么背后跟我说 我怎么知道 她就这么对我呀 你拿着公司的底线 你不应该发传单吗 一天八小时的任务 你不应该干吗 更旺 你这交的是什么朋友 不是跟在一个组 这明明就是挑拨离间 为什么你出不来这种业绩 就是你的心态有问题 我跟你说 我萌姐现在还依然打杂 因为我真的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有一些合作方 然后到我们公司的话 然后我都会提前问好 他们的秘书 他们喝什么咖啡 我依然会给他们买 他觉得他干得久了 他不想干这种事儿了 咱就说去年年底 人卖房子特别着急卖 当时是华姐接待的这个客户 起开始啊 是约定的时间 优先于其他中介的 但是呢 他把时间给记错了 但是他怕担责任呢 我们店长问的时候 他推给了我 我冤不冤的我呀 明明是不是你也记错时间 事情出现了 我们整个组织承担这个问题 我有指名典型的说 你听听吗 我但是还真有证据 有证据 准备充分啊 我看你怎么解释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女的还是刚才跟你说 聊天的女的吗 不是不是这个是其他组的 你们公司的八卦挺多 华姐的人有点好像不太好 通风报信的很多人啊 没人给你 你没证据 不是我呀这个人说实在的呀 在公司六年 什么都是为公司考虑 我一般不去聊那儿嫌疤 如果聊的情况下 我也不会在公司这么优秀 你的业绩好吗在公司 我在公司的业绩 都是在前三的 我在公司 不单单是教婷婷自己 那么多人 人家干的都很优秀 到你这里就不行了 你想过你的问题吗 婷婷是个一类对吧 你们那么多徒弟 就婷婷都不听话 因为婷婷喜欢跟别的组的聊嘛 不聊哪来那么多证据啊 不得不说啊 婷婷确实是清出于来 师傅是带出了一个好徒弟啊 之前华姐有个客户 他也是带看了很多次 但是这客户没有跟他买房 华姐说好的带我一块儿 我当时心里挺感激华姐 华姐作为我师傅 终于就是肯带带我了 但是我没想到啊 跟客户聊得还不错 客户对我也比较认可 这时候华姐从外边回来了 然后就很顺利地 把这个合同 买卖三方合同 给签完了 成交的这单 是我付出的努力 是大于华姐的 可是她最后呢 说是她自己成交的 发了她一个人的名字 太过分了 我说跟你一起带 跟你一起带 不是把我的钱分给你 我给你是情分 我不给你是本分 客户是我的 房源我给你找出来了 让你只是帮我带看一下 带过来过后 我辛辛苦苦签的合同 让你跟我一起带 让你从我身上学习经验 在她的心里 她就觉得交汇了 就是新人 竞争压力会大 也是成为了一个竞争对手吧 她是打心眼里 不愿意交我 不让我更优秀 让我做她的小跟班 你别说我没有教你做 你那一单 是不是我给你弹成的 历史非常的相似 她是给我弹成了一单 别说弹成的 那是我自己的客户 我自己看的房 跟我聊得特别好 直接能签合同 她就是帮我签了一下 然后结果拿我的签 我就觉得这个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当年她一点没给你 对 这次她也是帮了几乎同样的忙吧 没有她帮她签约了 对 我帮她签约谈价了 对 那个是华姐自己签约的 对吧 这就是小小的细节 因为婷婷她这个她独立不了 传统上面来说 她这一单就应该比应该给师傅的 我没有要她全部给她一份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 所以你的师傅也是这么教你的 对对对对 你是一个成年人 都是你去适应环境的 给了你一年的时间 我对你的点点的滴滴的复苏 难道你就没有看到眼里吗 就因为这些小事儿 你就现在跟我说这些 我就觉得你就是白眼狼给我的感受 对 华姐 华姐 我觉得太过了 你这个时候体现有点 你太冷血了 不是每一个职场新人都是你 因为在职场环境当中 有不同的社会属性跟身份 就我觉得你要稍微地去调度一下 你刚才那个我想我在她旁边 我感觉过那个贱 你可以稍微地平缓一下 你的情绪的部分 我本来是想过来解决一下 我们之间的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华姐 在她的心目中这么想我 我觉得我前前后后在这一年里 给为她付出的不少 我在华姐这儿得不到安慰 这是太强势了 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我心里很委屈 婷婷 但是说实话 我今天听下来之后呢 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必要觉得委屈 我没有她那么能说会到 可是很多次是 你已经非常能说了 你还会哭 我如果不委屈的话 我是哭不出来的 我又不是个演员 你一上来我以为你是老油条 他是那个 销售本身就是结果导向 你的业绩证明你所有的一切 我觉得每个岗位都是委屈的 尤其销售最委屈 把委屈当这种驱动力是特别重要的 你每一次跟你华姐之间 如果你有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你去跟她直接问她 对吧 华姐这个问题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不公平 我觉得我应该多得到一些 我觉得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多承担一些 你是不是能多教我一些 而并不是每一次 你们两个的问题是由别人 什么王姐 李姐 张姐 他们去帮你们解决 那你们之间不只是误会吗 毕竟她第一次出来做房地产这个行业 尤其是服务行业 真的挺难了 因为我也曾经受过委屈 伤心过 哭过 对 我觉得心胸上 你可能要加气 对 这一点我也承认 我以后会赶进 作为销售的一个行业 本来就是压力很大 没有一个熟悉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真是挺难的 但我很喜欢婷婷的性格 我觉得她直来直往 她其实有点像爷嘛 就是你有时不要去跟她对着干 你其实要用更包容的心去跟大家讲 让她自己去明白这个事情 我们的华姐和婷婷 在这个事情上 会不会就此翻篇呢 请两位做出选择 天哪 我一直很担心她们翻过去 我一直很紧张 我很陷呢 太好了 我在工作中 的确没有做好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没有给予她更多的关心 关怀 在这里呢 我也想跟婷婷说 真的不好意思 婷婷 希望在以后的路上 我们风雨同舟 华姐 终于有了华姐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特别 因为她前面一天是 特别冷的人 然后她在那个 留着真的很感动 我心里还是 就是觉得很欣赏华姐 她也对我也付出了不少 所以我选择了翻篇 人最难的时候呢 就是战胜自己 示弱的时候 就你真正展开胸怀 拥抱对方 拥抱他人的时候 跟别人一起奔向成功 这一刻你长大了